应该要是知道了 他该多难受啊 他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才刚刚给他笑笑 你怎么舍得呢 毕严 好久不见 不是 你 你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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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这 这你 你带李慕容来干吗呀 你 你们现在 不是 你 你们现在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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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关系啊 看不出来吗 你有病吧你 谭朝鱼 你 你 你们俩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啊 你们俩年轻漂亮 李慕容年轻漂亮 在事业上也能帮助我 我想不出哪儿不合适啊 这是你的决定 那谁的决定啊 我什么性格你不清楚吗 我自己不做决定 谁能比我呀 林田乐 那你那天跟我求婚的时候 说的话 做的事都是假的吗 你跟我说 你再也不会离开我跟伊恋了 你会一辈子都留在我们身边的 是真的 但只是那个时候是真的 人嘛 有的时候会冲动啊 会说出一些 没有想清楚的话嘛 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 也不要记得太深 忘了吧 一句不要介意 这一切都解释了吧 你干嘛这么固执啊 很多事都要解释吗 那天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不要再来找我 不要再来烦我 不要再来骚扰我 易人 求你了易人 不要再来骚扰我 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 他找个人 你干嘛呀 干嘛呀 林田乐 现在选出你了 英雄就美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易某 以前就是因为我 他们两个没机会在一起 现在我撤了 你有机会了 你有位置 你们可以在一起了 不对 还有个美拉尼吗 天哪 林田乐 你都想霸占啊 美拉尼毅然你都要 左拥右抱 右掩抚 少语 你好好说话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才少语 你侮辱我可以 你别侮辱我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伤害我不要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 你也要是知道了 他该多难受啊 他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才刚刚跟他相认 你怎么舍得呢 亲生女儿 为什么舍不他呀 你不是我还想不起来 这事我没推敲过呀 做个DNA吗 做个亲子鉴定吗 你说依恋是我的女儿 就是我的女儿 我还在想呢 有没有是这种可能 你跟其他人生的这个孩子 让我当冤大头来眼 有没有这可能 我舔了 你知道 滚下 天哪 告诉你 我就是个混蛋你 宇言 唐总 你没事 没事 你回家吧 这个我不能生啊 今天 谢谢你跟我演这出戏 演得很好 这你拿着 这你拿着 唐总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但是我觉得 依然是个好女孩 我跟她相处过 我明白 你应该好好处理 你们之间的关系 学钱 我不能收 我先回去了 好 怎么样 睡了啊 太不瞎话了 真是 你今天那拳给她太好了 要过去啪啪两嘴吧 我让她看看自己 说什么混蛋话呢 不是 以前别人跟我说啊 我还不相信 还老帮她解释 这回我算是信了我跟你说 她当着依然的面 能说出那些话来 你说 这么多年哥们儿 我怎么就能看错了她了呢 现在看依然这样多难受 咱们算是看着他们重逢 消除误会重新在一块 现在又到这个地步 我告诉你 谭少宇这个人 极不负责任 完全想一出是一出 由着自己性子来 是不是 我这回啊 也算是看透她了 当着依然的面 就跟那什么李密啊 就那么亲热 咱就不说了 她居然说 说那依然不是她亲生 你说多混蛋啊 我的天 行了 别想了 现在依然也算是看清楚了 难受归难受 也不会伤害自己 咱们也都别想了 过去的都过去 多有好 别烦了 你说我能不烦吗 这依然跟谭少宇的出事不说吧 这下单又闹着跟这爱宝要分手 你说这最近都怎么了这是 什么事 他们俩又怎么了呀 我还不知道呢 这爱宝不在医院呢吗 我觉得我得找这下单好好问问去 我陪你一块吧 你就别去了 你在家呀 好好看着她吧 她这心情肯定特别不好 我怕她出什么事 那边呢 我跟蕾蕾去就行了 行 你劝劝下单啊 是是是 哎 该讲的道理也讲完了 该说的也说通了 该跟你妈说明白的也说明白了 你 你说你现在摆这么张脸给我们 你 什么意思啊 不是 李爱宝同志 你要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要 您说出来行吗 你不说出来我 我们哪儿猜得着啊 下单 这 这个呢 我们只能说帮你尽力 想想办法 行吗 下单 我是天乐 有几句话呢 想对你说一说 你对着普通人 都能时刻抱以微笑 对一个你爱的 并且是你爱过的人 用得着这么绝情吗 爱宝为了你 现在躺在病床上 腿都断着了 我就希望你 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看网一下他 然后你们之前有什么话 尽管说 说清楚了 星许呢 他就不会像现在咱们别扭了 然后 你们感情的事呢 这也不妨碍吗 这也不妨碍吗 既然已经结束了 我希望结束得彻彻底底 我还有自己的生活 也不想他沉溺在过去 就告诉他 我是一个 忘恩 负义 健义 思迁 不念旧情的 坏女人 让他彻底的 忘了我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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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事呢 就是这么个事 我相信你也听明白了 就是艾宝宝想见你一面 我 我们俩之所以呢 把你从这咖啡厅里叫出来 找担心你弟弟 怕你弟弟抱脾气 说不通 不是 你到底是 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 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小段 你看啊 你平时对于陌生人 你都能抱有一个温柔的微笑 为什么现在对艾宝不行呢 何况艾宝是那些爱过的一个人 咱不能这么残酷吧 不是 他 他不是这意思啊 他这情绪有点激动 你说毕竟兄弟受了伤是吧 其实呢 我们想的很简单 就是你呢 能以这个普通朋友的身份 去看哪一次 然后你们中间有什么没说完的话 把它说清楚了 兴许他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拧巴 是吧 然后你们感情的事呢 归你们感情的事 这 这也都不妨碍 是 是吧 对对对 不是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 没明白 那 那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了 我 我追过去问问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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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什么要问 我发现这不说话是真急人啊 啊 行吧 回去吧 是啊 回去吧 我 我都伤成这样了 他 他都不愿意来看看我 他 没说不来 但是吧 也 也没说来 要 要不这样 你呀 就是安心养病 把你这伤养好了 你 你 你自己去看他去 好吧 嗯 你说这么恩爱的一段 他都走不到一块 是啊 你说最近都怎么了 个个都不顺 干 干 干什么呀你 薛晶晶 哪 哪儿呢 进去了 那边 不是 薛晶晶来医院干吗呀 我怎么知道啊 看错了吧 不可能我还能看错薛晶晶 这 这 这 我帮你去吧 很赶紧 好吃嗎 我腹了 我走 我帮你去吧 我吃吧 你吃了 我去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kepada她 你吃了 我吃了 好 我吃了 我腹了 我给你吃了 没事的 我让我妈先回去了 今天我来照顾你 我这病啊 这样拖下去啊 我宁可早一点了断 算了 说什么呢 爸 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你不说 我也知道 多拖累你啊 爸 你们这个年龄啊 应该是好好上课 好好恋爱 你看 上次 本该跟你结婚的那个男孩 你们说 什么感情不合适 我知道 都是我这个病情恶化 还有 那十万块钱 爸 十万块钱我会还上的 你就别操心了 咱们好好养病啊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心疼你啊 这么 还要打这么多分的工 干 干嘛 你 你 你 干什么 你干嘛 你干嘛呀你啊 我去跟他道歉去 道什么歉 你现在进点道歉去 你认识你这爸爸吗 你 你 你知道人爸爸得什么病吗 你知道徐晶晶跟着照他爸照多长时间了吗 你就瞎进去 道什么歉 道歉 我不管 我就是要跟他道歉去 我误会人家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有多难吗 我不管 反正我想清楚 我必须要跟他道歉去 哪怕他不理解我 我跪在那儿让他抽我嘴巴的也好 直到他理解我为止 直到他原谅我为止 我就要跟他道歉去 你神经病吗你 你进去 给人家跪下 然后抽死你嘴巴的 自残 你不有毛病吗你 你啊 听我的啊 冷静行不行 先冷静了好不好 不是 你现在进去你 你说你跟人说什么呀 冷静了 冷静 等 我该怎么办呀 你 你 你不管怎么办 你现在冷静了 搞不清这件事情来龙去败 咱再说怎么办 好不好 冷静 冷静 大不了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好不好 来来来 行了 行了 明 想清楚了 明天来 明天来 想 想 想清楚了啊 不着急 不着急 我能放过去 这是有一个地方 不是和安身关键 我都不是和安身关键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你说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是 静静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跟你道歉 我不接受道歉 放手 我不放手 晶晶 是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恨我自己 我恨不能自己把我自己都抽一顿 我知道是我的错 要不你打我 骂我也行 但我求求你千万别离开我 好吗 蕾蕾 你先松手 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我的话 我这么怀疑你 你会怎么想 我薛晶晶在你眼里就这么肮脏 不是 我 我知道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吗 你 你有什么难处 你 你跟我说 咱们一块解决呀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因为我怕你担心 我怕连累你 不 我说 我说 我爸得了很严重的肝病 医生说需要十万块钱的医疗费 我们家为了供我上学 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我不知道 我从哪能弄到这笔钱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去跟别人相亲 你就是为了拿到这笔彩礼钱 给我爸治病 后来 后来婚礼吹了 人家让我还钱 我还不出来 我只能自己拼命地赚钱 打工 我 不是 静静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难啊 我要早知道你这么难的话 我肯定会想办法跟你一块解决 不是 对不起 静静 是我错了 我误会你了 我爱你 静静 我爱你 静静 我真的爱你 特别地爱 咱们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好吗 重新地开始 咱俩 重新开始 不再有任何隔阂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就一次机会 就一次 好吗 来了 你爸 怎么样 稳定一些了 静静 我觉得有件事 我必须得跟你解释清楚 我要不说的话 我这心里面难受 什么事啊 你以前有个相亲对象 叫李爱宝儿你还记得吗 那 那是我哥们 从第一次跟你见面 也是他安排的 让我帮着报复你来着 但是我发誓啊 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后面对你也都是真心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可以对天发誓 说吧 你接近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报复我是吗 我没想报复你 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 我就觉着你根本不是 李爱宝儿说的那种人 你们这中间吧 他肯定有什么误会 然后 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你了 也是真心喜欢你了 不管李爱宝儿跟我说什么 我都决定我要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好好地对你 真心地跟你在一起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真的得相信我 要不我跳那黄埔江我都洗不清了 跳吧 跳吧 你跳了我就信 不是 我跳没关系 关键你得信我 跳我就信 我跳了 我真跳了 跳啊 我不能跳了 我得加工数据 我得把咱爸的 治疗的费用挣出来我得跳啊 你放心 雷雷堂堂齐齿男儿 我说到做到 等把你爸的钱凑够了 我跳一百回都行 相信我 就这样了 我 你什么呀 我 我那那那 你说呀 我 我 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 有有有 我爱你 我没听见 我爱你 我没听听 我 我真的爱你 我跟着瞎写什么呢 你这大喜的日子 我必须再给他记下来啊 这这 这什么日子啊 我跟薛星星 和好了 你你你你跟人家 道 道歉了啊 而且我还把艾宝的事 也跟她说清楚了 这你跟人说什么呀 人 人什么反应啊 反正我都跟她说清楚了嘛 我说从第一次见她开始 我就不信那是李艾宝说那人 后来对她的喜欢 也都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其他目的 就这样 那你俩这算是修得正果 那我得好好地恭喜恭喜你啊 谢谢 谢谢 不过这十二天了 哥 还真得好好地谢谢你 你说要不是你在背后这么支持我 我俩走不到今天这步 谢谢 谢谢 还有 天洛哥 我跟薛琳琼商量了一下 我俩准备要去云南支教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俩跟我说 你们俩要结婚呢 去云南是吧 什么时候去啊 等她爸病好了吧 我们就去 行 我呀 提前先祝福你两个 永远幸福 美满 甜蜜 谢谢 谢谢 我接个电话 你接 你接 喂 奶奶 怎么了 我在店里呢 出什么事了 严重吗 好 我这就过来 怎么了 我爸住院了 你这 这儿呢 别转来转去了 我都让你给转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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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天乐 你看 不是 怎么了这是 突发心脏病 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 这不马上就送医院了吗 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 他心脏本来就不好 最近公司事有多 有几个单子出了问题 他一着急 这不 就成这样了 你问神神里面话的家属 我们都是 好 那你们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你去吧 来 好 必查显示 患者的心脏功能严重衰竭 如果患者的心血管狭窄程度 在百分之七十五以内 那么可以云药物治疗 但是现在它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必须马上做心脏大桥手术 心脏大桥手术 听着挺可怕的 医生 其实 这种手术已经是一个常规手术了 学名叫 冠状血管搭桥术 也就是说 在患者冠状动脉狭窄部位 近端和远端 建立起一个通道 使进出的血液呢 绕过狭窄部位 达到远端 从而呢 改变远端心肌供血不足的现状 如果手术成功 可以大大的缓解患者的心脚痛 从而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保持生命 那这个手术不会有问题吧 任何一个手术都会有风险 还有一些意见不到的问题 那成功率有多少啊 这个 这个要跟你具体情况而定 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在百分之九十 但是 这个患者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年岁比较大 又有心脏病史 心肺功能也比较弱 心衰趋势严重 所以 风险会更大 那像这种情况 成功率有多少 百分之五十吧 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成功率这么低 我们怎么敢做呀 如果不做 成功率只有百分之零 我可以做 能不能做 你 想想要他 了 那我们做 如果我们做的话 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手术啊 嗯 嗯 我们会尽快安排 非雅 你们的案 现在就上面签个字 听了 有些话我想跟你说 说吧 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跟你说 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要是想跟我说遗产的事呢 对不起 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反正你要想怎么样呢 都可以 你的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 今天这个事 也挺突然的 你爸爸这几天就觉得身体不湿 所以我劝他赶紧到医院来 他不愿意 他说年纪大了 最不愿意的就是去医院检查 他上次来找你 是不是让你替他接管公司 对 他找过我 没同意 我建议他呢 我建议他呢 去找你 而且你不是一直在乎 林太太这个位置吗 一直以来 我也以为我在乎 这个位置 在乎的林太太这个称号 我跟林茂花这么多年 我以为 我充气量跟他只是大伙过日子 可是直到今天 他突然昏倒了 躺在医院里 我突然意识到 我跟他之间 并不是大伙过日子总结的 我看他躺在病床上 眼睛闭着了 眼睛闭着了 我就特别害怕 害怕他就这么没了 我连最后一句话 都没能跟他说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要这个身份 不要这个位置 只要我的丈夫 健康 典乐 这么多年了 因为你的存在 我就一直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一直在争 直到现在 我肚子里有了孩子 我更加无法停止 因为我要给我肚子里孩子 争取的更多 但是 我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林茅华 是我的丈夫 你是他的儿子 你一离开他 会让他特别痛苦 本来我可以改变这些 但是由于我太自私了 我没有去改变 天呐 其实当年那场车祸 你爸爸 并不是没有救你妈妈 而是当时车身最终的一块车板 同时压着你跟你妈妈 他只能有一个选择 当时的痛苦你可想而知 你妈妈当时 伤得特别严重 他在寂静火蜜的时候 他在寂静火蜜的时候 求着你爸爸 救你 你说是我妈让我 爸救我 让自己 在妻子和孩子中间做一个选择 当时的痛苦你可想而知 他 后来 他在寂静火蜜的时候遇到我 怕我当时只是一个二十二岁 刚从麦迪来上海的小姑娘 我当时需要一个家 一个安门 让我有安全感的家 我 听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有一天会把这些事告诉我 如果不是他病了 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 告诉我 但是 而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特别的疼 我心里特别的疼 我也不知道他 能不能熬过去了 天娜 他 他就要做手术了 你们俩 能不能把这个坎过去 你知道吗 你的和解 能给他特别大的信心 天娜 我求你了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看 我 天啊 你在家呀 一天手机也不开机 我都快报警了 我呀 你这 出什么事了吗 我爸心脏病犯了 住院了 那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呀 去过了 刚刚回来 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说得做手术 可他年纪大了 风险也大 天啊 天啊 你现在 必须把过去的事都放下 你爸一定很需要你 无论发生什么 你毕竟是他的儿子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今天才知道 我爸当天没有救我妈 是因为彻底太重 压住了我们两个人 我妈让他先救我 那你现在更应该 陪在他的身边呢 人的意志力 可以增强他的求生本能 你现在去 可以帮助增加他的意志力呀 我今天去看他 他闭着眼睛 人瘦了好多 我突然间意志到我可能 跟他相处不了几天了 也许连话都说不上了 我现在想努力地回忆 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 什么时候我都想不起来 他等了我这么多年 让我原谅他 可是我连个微笑 都没给过他 过去犯的错误 已经犯了 别让自己后悔 好 吃口苹果 吃吧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盐味也不要 我先上外面看看啊 好 没事啊 放心 他自己说不不忍耐 他自己说不忍耐啊 他自己说不忍耐了 李登华 他帮他那天兰 他自己说不忍耐了 他自己说不忍耐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让小琪告诉你的吧 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告诉我 让我恨你恨那么多年 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这事啊 孩子 我说不出口啊 当年的车祸 我现在一闭眼 历历在你 你妈妈 万身是血 也昏迷不醒 我 惊慌是做不知如何是好 你妈穿着气 抓着我的手 应求我先救活你 把那种痛苦的样子 冲我惊心 我恨 我恨 恨我自己没有能力 能够救活 我两个最爱的人 我能跟你说什么 我说 我 没能救活你妈 我说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 你妈 送我眼前离职 嗯 那你也得告诉我呀 我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孩子 这次手术 我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吗 有的时候想想 怎么走了也好 快去找你吧 这么多年了 我想的呀 想 告诉你啊 必须熬过去 啊 张小琪肚子里的儿子 你还没见过呢 你已经错过一次了 还想错过第二次 当个好父亲吗 还有 你公司啊 等你好了 自己回去管去 上上下下好奇百口的员工呢 我真管不了 孩子你放心 公司的事我都打点好了 你不用担心了 啊 你这个心思和志向 也都不在这儿 梁大 欠你太多了 我 不应该逼你回来 我也没有资格 我 来为你安排未来的前途 我只是 来不住我弟啊 爸 十五年了 啊 终于叫我吧 啊 啊 儿子 赶紧 好起来 咱们一起 拍个全家福 好 就这么定了啊 好儿子 来 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好儿子 进去了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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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夫 她的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病人还处在昏迷状态 而且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一点时间 那什么时候能醒啊 这个还很难受 但是请大家放心 它一定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冒花病成这样 这以后咱们林家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 我现在心都是荒野 妈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公司的事是一天也不能停啊 我也接到秘书电话了 一大堆的事还等着做处理呢 可是 妈 我现在怀着孩子 妈 妈 妈又这样 我真的 我真的是力不从心 我 一直在想一件事 你说吧 咱们让天乐回公司吧 我想了很久 我们需要他 这的确 是我们现在 最合适的选择了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啊 这我也考虑过 但是 他自由惯了 突然一大堆事 让他处理 他能事业管 现在是特殊时期 他是林家的人 自然有这个责任 再说 的确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咱们跟他说说吧 天乐 你看你爸病成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能醒过来 天乐 你看现在这个状况 你爸爸在医院 需要有人照顾 眼下公司啊 也急需有人去管理 奶奶我老了 小琪 又是这样的特殊情况 看来 接手公司 只能靠你了 不是奶奶 不是我不接啊 是我对公司的情况 一点都不了解 我 我怎么接啊 不给你机会锻炼 你怎么能了解呀 你现在就去接手公司的事 怎么就不行呢 是啊 天乐 要是我没怀孕的话 我就顶上去了 但是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林家上下几百号人都等着咱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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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见也都没有 我我 我怕我干不好 好 天乐 你大胆地去做吧 你爸爸要是醒过来的话 他最着急的 肯定也是公司的事啊 你不能让你爸爸不安心 至于做好做不好 这点你不用担心 这点你不用担心 有奶奶这把老骨头 给你顶着呢 别怕 我知道 你一定会跟她疯了 好 你不疯了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乐 没事 没事 说一说了 给你喝了点粥 来 赶紧喝了吧 谢谢啊 我那个一会儿再喝 这两天特别累吧 不是 我奶奶要让我回公司去 借我爸的笨 你爸现在这个样子 确实需要人帮他 可是我没干过呀 心里都没底 怕我失败干不好 怕什么呀 谁没有一开始的时候 一件事只要你去努力去学 肯定能成 那你第一次是说 你鼓励我去 我希望你对自己有些自信心 那你看我 一开始我也从来没上过班了 现在接手不也挺快吗 我觉得 只要你坚持 一定会有收获 可是你说 有管理那么大的一个企业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口的人 怕我万一失败了 我对不起大家 不会失败啊 如果你真的不懂 公司还有那么多元老级的员工 可以问他们 他们也能帮你呀 你想一想 有这么多人可以帮助你 其实你自己也并不孤独啊 那行 听你的 为了让我奶奶他们放心 那我就硬着脱皮上 加油 我永远支持你 那你自行车店打算怎么办 自行车店先交给蕾来呗 等把公司附成正轨了再说 就好了 等一下 加油 我去看看 我们很少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 林总 那个 你是 我是董事长秘书 肖美 你找我什么事啊 林总 这是王总的辞职信 让我交给您 他不是公司的元老吗 怎么着 我这刚来 他就要辞职 林总 这的确挺棘手的 董事长现在病了 公司上下一片人心惶惶的 王总手下带着一批人 他这次要是走了 估计那批人也不会平静 在这节骨眼上 人事方面肯定又会有大变动的 好 我知道了 我有事再叫你 好 我先出去 王叔叔 我今天来 想必您也猜到了是为什么 您能不能看在跟我爸爸 同甘共苦的份上 继续留在林氏 帮我们共渡难关 天乐 按理说 我也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 离开公司 但是 我有我的难处啊 你看啊 你爸爸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昏迷不醒 林氏公司有很多客户 现在对公司都产生了 很大的信任危机 他们不相信公司未来的发展 不瞒你说啊 现在有别的公司 通过猎头找到了我 让我过去帮他们一把 我也是没有办法 您看 公司呢 是您和父亲一手创立起来的 这里面有您的心血 您就这么忍心看着他垮掉吗 说实话 我也不是那么势力的人 淘一具心窝子的话 就是我还有一口气 我肯定会与公司共存亡 毕竟我在这公司 也奋斗了十几年 很难放得下呀 但是田乐 我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人 我儿子大了 要买房子 要结婚 这些都是需要钱了呀 还有那跟着我的十几号人 他们个个都是要吃饭的 他们管我叫大哥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不管吗 你能理解我的心思吗 王叔叔 我知道您的压力很大 要照顾那么多的人 我也知道 别的公司会给您开出丰厚的条件 但是毕竟临时是您的家 是您亲手打造的这一切 目前公司碰到了困难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帮我共度这个难关 我保证不会亏待着大家的 我计划拿出临时百分之十的股份 根据贡献的大小 对全体员工进行股权激励 让大家能够跟公司的利益 捆绑在一起 共利双赢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公司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 如果人才可以留下 对于公司来说 未来的盈利何止是这些 嗯 杰勒 您有没有考虑过把公司卖掉 据我所知 现在有很多家公司 都有收购的异项 你如果把公司卖了 那你也就少了很多包袱了 王叔叔 您也知道 公司是我爸爸一生的心血 换句话说 对他而言 公司就是另外的一个孩子 他现在躺在病床上 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把他一生的心血 白白地葬送掉 现在公司有几百号的员工 我爸爸身体好的时候 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家庭情况 甚至生日 孩子考大学 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的 能够照顾的 从来没有落下过 您就这么放心 把这几百号的员工 一股脑地画给别人吗 我能够明白你的感受 但是真的要挑起这副胆子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你要承担 难以想象的责任和压力 你要放弃过去所有的自由 全身心地投入老罪粉事业当中 而且 将来会是怎么个样 你一点都不知道 万一失败了 你所付出的一切 都将前功行弃啊 我知道 我知道我担负这份责任 很困难 我也知道很多人在质疑我 但是我心里清楚 我一定要保住临时集团 保住我爸付出的这番心血 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困难 我都会勇敢地向前冲 即便是粉身碎骨 我也毫不在乎 毫不犹豫 等到我爸醒来的那一天 我会自豪地告诉他 我没有把你心情的努力 葬送在我的手里 只要想到那一天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我都会坚持住 所以王叔叔 我能不能恳求你 和我们一起努力 共渡这个难关 临时的发展离不开你 王叔叔 我拜托您了 你们这个设计图呢 我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 对我们公司来讲呢 比较重大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慎重比较好 这图里呢有些问题 我觉得没有能够 完全体现我们当时 会议上说的那些理念 所以等我建议你们呢 再修改修改 对对对 再找设计组商量商量 好嘞 好嘞 就这儿 辛苦辛苦 好嘞 一二连子汤 这是梅大小姐亲自煮的吗 行了 试试怎么样 好嘞 不错 正宗 有事跟我说吗 没事 你工作别太辛苦了 身体受不了 你这样看眼睛也受不了呀 那说我这么累的话 还不说赶紧给朕按摩按摩 你这样看得不错吗 真懒呀 按按摩按摩就行了 舒服 田乐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要跟你结婚 你会怎么想啊 你这算是向我求婚吗 你这算是向我求婚吗 我就问问 你怎么想吗 还能怎么想啊 二话不说立马答应啊 像这么好的女孩 还不赶紧娶回家呀 那得娶回家 锁在家里头才放心呢 那挺大男子主义的 怎么突然间问我这问题呀 怎么突然间问我这问题呀 没什么 就随便问问 就算吗 你妈吓我一跳 哈哈哈